兔宝宝找寿星 兔妈妈是一位出色的糕点师 她非常喜欢做一些精致美味的糕点 还经常让兔宝宝把她做的糕点 送给森林村的居民们品尝 这天兔妈妈做了一个寿陶 她对兔宝宝说 兔宝宝 交给你一个任务 你把寿陶送给森林里的老寿星吧 兔宝宝高兴地答应了下来 心想 老寿星 既然叫老寿星 那肯定胡子长 老寿星是花猫爷爷 兔宝宝端起手头 就兴冲冲地向花猫爷爷家跑去 花猫爷爷正在院子里晒太阳 兔宝宝走上前去说 花猫爷爷您好 您胡须那么长 一定是森林村的老寿星吧 花猫爷爷笑着说 你弄错了 我胡子虽然长 可不代表我是老寿星啊 我小的时候 胡须就已经很长了 它可以像尺子一样测量距离 还可以像雷达一样赶着物体 兔宝宝失望地走开了 老寿星既然不是胡子长 那肯定是个子高 老寿星是长颈鹿奶奶 兔宝宝捧着兽头 向长颈鹿奶奶家走去 半路上 兔宝宝宝看到长颈鹿奶奶 正在吃树叶 连忙跑到跟前 说 长颈鹿奶奶您好 您个子那么高 一定是森林村的老寿星吧 长颈鹿奶奶奶 长颈鹿奶奶低下头 说 不是的 我个子高 只是为了适应生存环境 慢慢进化形成的 长颈鹿的寿命并不是很长 我怎么可能是老寿星啊 兔宝宝垂头丧气地离开了 胡子长的不是 个子高的也不是 兔宝宝很沮丧 一边走一边小声嘀咕 老寿星到底是谁呀 冷不丁 他撞上了一块石头 哎呀 幸好兔宝宝反应快 不然 兽头就摔坏了 对不起 你刚才说到老寿星 是找我吗 原来这块石头是只乌龟 兔宝宝笑了笑 说 没关系 是我自己没注意 不过 您怎么会是老寿星啊 乌龟不慌不忙地说 我是这个森林村的老寿星 已经八十多岁了 我有坚硬外壳的保护 能避免很多外界的伤害 我奈其饿的本领很厉害 可以很长时间不吃不喝 再加上行动缓慢 体力消耗小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家族的寿命都很长 宝宝听完点点头 赶紧把兽套递过去 高兴地说 我终于找到森林村的老寿星了 我完成妈妈交给我的任务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